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猛贪官要去日本出差 就问自己的二奶 需要带什么回来 带点吃的还是带点保健品呢 哎呦这二奶飞快的 从屋里边拿出了一盒的优盘 就给贪官说 只要东方的 不要西方的 只要前面的 不要后面的 只要下面的 不要上面的 只要多男一女的 不要一女多男的 贪官就懵了 啊 怎么要求这么多 为什么呀 二奶就说了 我渴 我现在出很多标语啊 这标语我看了 我都感觉笑 什么撸起袖子 甩开绑子 加油干 看到这种标语 我真的都无语了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 最后好像又回到了原始社会 又回到了文革一样 可以说啊 当今中国的标语 沦落到这种境地 可以说中国的文明啊 希望还是在台湾 可以说台湾呢 还是继承了中国很多的古老文明 其实呢 中国古代还是有很多文明故事的啊 就让我们听一个最俗的故事吧 让我们听听这些水平到底有多高啊 好 一个秀才的 静妙毕业 她见一女子在神像下边 小便啊 兴起 把人给强奸了啊 女大怒告上县衙 哭诉 大雨倾盆 书生进门 撩我裸裙 打我一针 不深不浅 害我销魂 这才变称啊 大雨如瓢 书生进庙 见一姑娘 对神撒尿 将其堵上 伴被诬告 哦 冤啊 哎哟 县官道 一个青青 一个年少 雨水之欢 各有需要 相互满足 有何可靠 有这女的大叫啊 冤啊 大老爷 冤啊 我还想要她一拔掉 无情无义 太不忍道 秀才就辩解道 成心堵尿 呼吻雷叫 不敢久呆 这才拔掉 县官一听有道理啊 哎呀 县官一拍经堂木 本官判决 人告想要 被告拔掉 再回客庙 重演毒尿 推荡 哎呀 看到了吗 这才是我们的祖宗啊 我们的祖宗不但睿智 还很幽默啊 其实我们的文化 也不是马列 更不是什么党文化啊 其实呢 是儒家文化 论语啊 道德经啊 这些才是我们的文化 一看这标语巴 我就气着 哎呦 难受啊 难受啊 气着 哎呀 我就去看医生去了 正好我们办公室旁边呢 就有个中医啊 我就去看去了 中医给我耗麦啊 哎呦 一边把麦啊 一边就说了 哎呀 你这以后啊 别老在屋呗呆着 做节目啊 多运动 嗯 不要喝饮料 不要喝啤酒 不能喝白酒 更不能喝红酒 不要抽烟 多喝白开水 出门呢 别打车 别开车呀 多坐公交和步行 在外边尽量不要吃饭啊 尽量回家吃 少吃肉类 特别是海鲜 就把我给吓了 我就问他 哎呀 这怎么了 我这什么病啊 哎呀 这中医说 你收入太低啊 随便一花血压就高啊 现在我们就来 关注一下海航啊 哎呀 这个海航 从去年被推上 这个风口浪尖后 上演了很多过山车啊 一会儿下去了 一会儿上来了 去年多的时候 海航集团呢 有近七家公司 全部的临时停盘啊 甚至呢 有一段时间 包括什么人民日报 央视啊 好像等等啊 党的喉舌 都出来 报海航的负面消息啊 但是呢 前几天 随着某位国家领导人的 再次逆袭 海航又开始 四人暴屁 有火 党的喉舌 又开始对海航 唱起了赞歌 但身边这四人民不干了 哎呦 这个海南岛啊 这个离岛机票啊 从大年初二 不断的上涨 21号呢 达到了最高点 由三亚 飞往什么广州啊 北京哈尔滨等 多地的机票 都破万了 哎呀 甚至呢 有些是接近两万 哇 票价涨幅 百分之四百 仍一票难求啊 也有大家都知道啊 北京非纽约多远 跨地球了 机票才四千八到五千啊 他那一下就一万九千多 将近两万啊 哎呦 有专家就表示了啊 各航空公司利用规定 积极涨价 把票价涨到了顶格 是否存在什么意识联络 及协同行为 涉嫌垄断 民航局应该履行监管之责 进行查处 查处 呦民航局 查处海航 吓死他吧 海航的后边是陕仪啊 知吧 嗯 让我们再来说说 唐柏乔诉讼耿河案 前几天呢 莉莉先生顶着很大的压力啊 带病做了两期视频 揭露了很多的内幕啊 比如说唐呢 为什么一下就索赔六千万美金呢 为什么这么高呢啊 原来这个诉讼额里边有讲究的啊 按照美国的法律呢 耿河 如果是小额诉讼的话 耿河可以聘请免费的律师 如果金额高了的话 就必须花钱请律师 啊 大家看到了 这唐柏乔多有心计啊 哎 唐呢 对自己说每年有二十几万美金的收入 再有呢 还有很多的捐款啊 就感觉自己像大象一样 哎呦 他认为凭借自己的实力 打倒耿河 那他们孤儿刮目 就如同碾死一只小蚂蚁一样 简单的啊 哈哈 但是呢 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有意思啊 大象打死个蚂蚁 其实吹口气而已 可是呢 偏偏呢 但可是呢 可但是呢 谁想到呢 这五大洲的蚂蚁 全部都来参加这场战斗啊 哎呦 这耿河的捐款像血片般飞来啊 今天呢 这位好心好心的网友就公布了捐款的账目啊 很荣幸 虽然我在加拿大 但是呢 也听说过里边一些英雄人物啊 像什么 易改啊 刘怡啊 葛寻啊 苏宇童啊 父母师啊 陆林啊 莉莉啊 雪莲啊 王健啊 朝智啊 刘智啊 刘晓东啊 茉莉啊 张敏啊 还有叫红的 叫云的 小杜 叫马的 琳达的 温云超 还有星 什么生 等等啊 有好 好多爱心人的名字啊 其实呢 有些名字我都是从这个 唐主席的骂声中才听来的啊 短短的一周时间 捐款 达到了一万零九百八十六美金 哎哟 哎呀 我就感觉啊 这不仅仅啊 是对耿和一家孤儿寡母 在被恶人欺凌时送来的温暖问候 更像是正义的华人呢 对那些个伪民运 骗捐民运 举起的 四刀牌 在有些人眼里呢 可能看到这些捐款 是一张张的抄票 可在兔哥眼里看到的 却是一把把 看向民运骗子的正义钢刀 我就把我前几天送给 华人少年王彼得的话 再说一遍 藏和家说 有的人活着 其实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可他仍然活着 唐柏乔 我认为你属于前者 最近呢 正部级高官 中央宣传部 原副部长 中央网信办主任 卢伟被抓 这个卢伟呢 就是那个 吃人乃宴的主角 人乃宴大家都懂吧 就是把那些个 二十至三十岁的 在哺乳期的年轻妈妈 叫到宴会上来 站在领导的边上 上身赤裸 给领导喂鲜奶 就是 哎呀这样 领导吃一口 来一口 哎呀 这个销魂 销完魂了以后呢 还可以 随便拉出去 每人收费呢 是五千人民币 哎呀 说起这个卢伟呢 其实他年轻时候 也算是个才子 非常的有才 笔杆子非常的好 当过新华社的副社长 安徽人 从广西起家 在广西的时候呢 都以这个乱稿而出名 据说他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棒上了一个大贪官 程克杰的亲人 这个贪官经常不赛的时候呢 他就替贪官经常去 这个慰问嫂子啦 哎呦 这个嫂子就给他包饺子 就出了这么一个段子 这卢伟就说了 这么说 好吃不过饺子 好玩不过嫂子 吃嫂子包的饺子 玩包饺子的嫂子 吃不够的饺子 玩不坏的嫂子 吃最烫的饺子 玩最浪的嫂子 我真那么有才是吧 把这么龌龊的事呢 搞成了这个最浪漫的事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知道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 你还依然把我当成 手心里的宝宝 大贪官情妇呢 也是个高材生啊 也是出口成黄啊 马上接去 好喝不过雪碧 好玩不过小弟 喝小弟买的雪碧 玩喝雪碧的小弟 喝最凉的雪碧 玩最浪的小弟 喝不够的雪碧 玩不软的小弟 这他妈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呢 世上竟有这样的狗雪剧 真无语了 别着急 后边还有故事呢 等这个卢大官人 升到北京以后 大陆大官了 这位姐姐呢 玩房了嘛 就把他自己的表妹 和他表妹的妈 介绍给了这个卢尾 这家伙经常就一黄半两后 而且还是一老一少两后 就又出师了 有才嘛 又出师了 好吃不过海味 好玩不过表妹 吃表妹做的海味 玩做海味的表妹 吃最鲜的海味 玩最纯的表妹 吃不够的海味 玩不烦的表妹 这那么有才啊 又来一段 刚说完 这个表妹他妈就急了 吃醋了吧 好 你小子 不仅不让大姨爽 你还坐实气大姨是吧 老娘不陪你玩了 走人不玩了 哎呦 你想这卢尾正双飞的 正爽的 男性的荷尔蒙分泌旺盛 的时候脑瓜转的最快了 眼珠一转 哇 又出口来一段啊 这段怎么说呢 这么说的 好喝不过炸皮 好玩不过大姨 有点意思啊 大姨就高兴起来了 还行还行 挺好玩 陪着大姨喝炸皮 喝完炸皮玩大姨 喝最凉的炸皮 玩最浪的大姨 喝不够的炸皮 玩不够的大姨 哇 这他们太有才了 我估计这家伙这次 非死刑不可 能不能立即执行 就看他的命了 好 亲爱的朋友们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 中国脱口秀 希望大家多多的订阅 下期我们再会 感谢大家观看